大家好我是鳳姓高中教練陳毅智 沒有欸 就是那時候只是想要往體育老師這條路去走 只是到學校來的時候發現 學生他們其實還蠻熱愛出去比賽 那時候學生出去比賽的時候就是 比賽前可能臨時練個幾次 然後就會去打聯賽 然後每次都是被慘電個三四十分 然後後來是遇到有一批還不錯的學生 他們很有心強練 很有心 然後就很熱心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跳下去 想說既然學生強練 那我們就不如一起努力看看 就一直到現在 其實蠻多的 因為我們學校是升學學校 然後常常會遇到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家長的問題 對 家長 然後家長可能覺得 他來參加球隊 然後成績退步 但是我是覺得 現在的學生應該不是打球 會造成他的成績退步 應該是玩手機 就是張勝喬 還有周育成 跟曾子倫 曾子倫他是運球很好 外線很準 然後打球其實很靠風腦 對很靠風腦 然後張勝喬是他整個在場上平靜可以把我們整隊帶起來 對阿 這是我們攻擊跟防守的中心 對 然後周育成就是他在場上就是會 會讓人家有安定感 對阿 他就比較穩定 不會做一些 發生一些比較低級的事 對 他要把自己分類的事都做 對 覺得是學生吧 對阿 是學生 他們如果想要練的話 我們才堅持的下去 其實遺囑教練都還蠻 都蠻辛苦 對阿 因為他可能 沒有 我覺得遺囑教練都是靠 熱血來 來堅持下去 大概佔了八九成 對阿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 這個主要的動力來源是學生 如果學生他們想要練的話 就練才會 願意付出這些時間 對 那哪一天如果 來了這批學生 也都很被動 只想要打球的話 那我是覺得 那乾脆大家不要 就不要浪費這個時間 對 我們繼續把 學生的本分做 我們打全國賽的時候 剛好是我生日吧 其實他所有也都忘記了 明明就是去比賽 對 但是他們那幾個就是 欸 很貼心的就是比完賽 我們雖然那場已經輸球 對 大家其實都很難過 但是不知道從哪邊 搞出一個 蛋糕 對 然後 就是在那邊 對啊 在球場外面就 對 就是覺得那時候還蠻文心的 對啊 還蠻難忘的啦 就是明明我們大家是去打全國賽 但是他們可以 記得這些 對 我覺得這聯盟很好 就是 因為我們運動代表隊 出去比賽都是在別人的場地 對 我們很少有 比如說 一項比賽辦在自己的學校 沒有 然後我們練球練那麼久 然後公駕齊那麼多出去比賽 但是學校的 老師跟同學 不知道他在幹嘛 球學找上我們學校 那時候聽了這個建議 我就說 欸 這個idea真的很好 因為比照像美國 NCAA這樣 對啊 就是讓運動走路消遠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 像我們 第一場比賽 看完 很多老師到場玩 欸 他回去 他就會跟我說 欸 原來 原來我們籃球隊 還有一個樣子 對 因為他們可能也知道我們在練球 但是不知道 比賽 到底是 出去是幹嘛 可能只知道我們請假 然後第二場第三場 對 現在打了 打了 主場已經都打完了 對 然後欸 有些老師他們每場都到 對 然後也是跟我說 欸 要好好鼓勵這些小孩子 對 因為畢竟練球跟 練球跟練輸兩件是 加起來是蠻新的 對 但是 有些小孩子 可能在班上表現很好 啊 在球場上也表現很好 所以會讓這些老師 欸 更支持我們 能夠 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走 放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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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張勝強 今年高賽 來自鳳馨高中籃球隊 因為 那時候鳳馨第一年有 體制升的升學管道 然後 想說他第一年 就來試試看 剛好 可以有比較好的 可以升學到比較好的學校 所以就決定要來嘗試看看 呃 北賽的話 自己的同學 還是青門還有很多 都 不會過來看的比賽吧 就 趕快藉由這個機會 自己學校的同學 可以 來為 風馨和球隊加油 有啊 像 同學或老師看到的都會 稱讚一下 然後 主任也 幾乎每一場 課場 還是 不管是不是球球比賽 都陸續 到場 或者加油 我叫周育成 然後今年高三 來自 鳳馨高中 我擔任 小前鋒 我覺得 我會幫忙處理 蠻多細節 還有 生活上的部分 叮嚀大家一些 很多事情 就是第一場 主場 面對 岡山高中 然後 那一場 就是整場 拉鋸 平手 然後 膠著到 最後一集 然後我們執行 然後 有 就是隊友出手不進 然後我抓到 進攻籃板 然後不進 然後剩一點多秒這樣 然後 就是全場氣氛都很 很high 讓自己也很開心 整個網路上都是那部影片啊 就 突然一個晚上爆紅這樣 對 記得很清楚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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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bad bad news